之前我们讲到了 我们已经画完了这个 法板基础 以及法板基础的配金 然后还画了一个电层 还画了这个装基础 我们把这个装基础显示出来 我们刚我们点到这个 法板基础的时候 是看不到装的 是因为它这个显示设置 这个显示设置里面 没有把这个 我们可以到这里 如果是你想显示 其他的东西 你都是可以把它勾选出来 我们这里把装给勾选出来 看一下 就是电层 法板基础 这个红色的线 紫红色的线 就是和这个黄色的线 就是法板的配金 这下面的话就是装基础 看一下 然后因为我们地下 地下有这个基础 有这个基础 有这个电层的话 我们就会考虑到 有这个挖土方 我们需要从地里面 就平地嘛 我们要给它埋基础 基础是在地下的嘛 包括我们这个 有一个地下的 这个-1层 都是需要挖土的 所以我们就需要 给它画一下土方 土方的话 有一个简便的办法 就是直接在电层这里 点一下电层 然后点建模 我们智能布置 我们生成土方 这里是可以自动生成的 点一下生成土方 这个时候 这个地方我们看一下 有一个基坑土方 大开挖土方 基草土方 基坑土方 是独立基础的时候 我们就用基坑土方 大开挖土方呢 就是我们法板基础 就用大开挖土方 基草土方是条形基础用的 起始放坡位置 我们从电层底开始 自动我们生成方式 选自动生成 大开挖土方 我们的工作面 一般给它设置为 0.25 然后灰土回田 灰土回田 你看一下 这个大开挖土方 就是我们的挖土 就是一个平地 我们需要给它挖 灰土回田呢 回田就是在我们建完了 建完了这个基础 或者是地下的时候 我们要把它回田到 这个地平 就是地平的这个 0.0 就是我们平常走路的 那个标高 那个地方去 我们一个开挖 一个回田 我们都给它设置 放坡 我们都设置0.25 然后确定 确定了之后 它就会自动生成 我们看一下 看一下 它会自动跳转到 大开挖土方 大开挖土方 看一下 好 看一下 然后我们显示一下 这个回田 这个是土方啊 我们大开挖回田 也显示一下 对 就是回田 好 我们现在给大开挖土方 来套一下清单 一般的挖土方 挖土方 然后给它项目特征 土壤类别 一般都是一二类土 不会有三四类土 挖土深度 我们看一下 3.3磅 我们在四米类 气土运田 气土运田的话 这个没有实际的 工程项目 我们不知道 我们一般都是填 二十米 就填个二十米就好了 这个是看 看情况的 没有一个特定的规范 我们这个定额 定额就是 定额 我们是四米以内 我们就选四米以内 好 大开挖土方的 这个清单定额 它好了 我们去看一下回田 回田 我们要在哪里套呢 回田 这个上面是没有的 你看 我们点在这上面 是没有的 我们要点到下面来 这里就会有回田方 回田方 我们的项目特征 松田 输土 我们之前的运田 是多少 二十 好 看一下定额 定额是人工回田 回土 那我们这里要改成灰图 2.8 2.8灰图 对 然后这个下面 这下面两个也是一样的 我们套了上面两个 怎么样让这个复制到这里来呢 直接选中这个 个做法刷 然后 这里选中 确定 就好了 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完成了这个土方的 土方的这个绘制 清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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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做到一半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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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半